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格坎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德国影片《窃听风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是当年的好莱坞的最佳的外语片奖 《窃听风暴》完全展现了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 当时的民主德国、共产党德国的 他柏林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里面有着女艺人 就像今天中国社会的那些女艺人 女戏子一样 她们在共产党的暴政之下 她们的身份 她们被对待的处境 她们不得不成为这个官场当中的 权力者的谢欲的对象 这里面同样展现出在共产党体制之下的文化人 一个文化人是社会的脊梁 当他想自己站起来成为人的时候 他的脊梁就会被打折 他的女人就会被别人蹂躏 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除非他能逃 这里面有着共产党体制之下的官 东德的文化部长 在傍晚时分 在柏林的马路上 就可以把东柏林的最著名的倪远元 侮辱了 在他自己的车上 当着自己的司机的面 那是共产党的部长的生活 替部长干活的人 生活在黑暗之下 相当于今天中国社会的国安 公安 武警 总参 这些人 当他拥有权力时 可以超越普通人的想象 去窃听着 去盗取着他人的任何个人的资讯 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像诡异般 马剑就是这样的角色 要收看涛歌坎电影 如何坎的窃听风暴 到YouTube上 打进涛歌坎电影 在Google上 打进涛歌坎电影 你就可以看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题目 我是石涛 上个星期 星期六 那美国的强力球呢 没有开出奖来 开完的数没人能领 结果 就那一天 增加了四亿美金 那从九亿美金增长到十三亿美金 那成为了北美地区 早间的主要的新闻之一 因为包括加拿大人过境 去排长队啊 去买那个票 那也就意味着星期三 有可能有一家的一下 就出了十三亿 能挣八亿现金 前两天也有人讲说 中国有人透过微信呢 然后让他们住在北美的 美国的朋友呢 去买 帮他们去买 我记得有期节目呢 我说了我这东西要真买中了 这个事就大了 这事大在哪呢 这事就大在于 要真他拿了那一张花一块钱 朋友我帮你买了一块钱 然后我挣这个票我挣了十三亿美金 你说当时他分一半 分多少 那就很难想象了 对不对 这个大家 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展开想象 这种想象的程度 可以对比墨西哥的头号毒贩 再次被抓的新闻 那个毒贩也挺有意思 抓了他两次 他逃了两次 结果前天又把他抓着 说毒贩为什么被抓着呢 据说他想跟好莱坞的影星联手拍电影 人家也够场面的 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墨西哥最有名的毒贩 也够倒霉的 逃了两回 抓了三回 又给抓回来 你说到底这是命呢 是他的能力呢 还是一种人生乃笑话呢 你很难说的 具体的事情 你会列出来一二三 但现实的真实的一面 和人在现实生活中 在感叹命运的本身 我觉得是值得每一个人思考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 铜锣湾书局 这件事情成为了世界性的新闻 到底谁是背后的黑手 几个老板都抓走了 结果就剩一个小老板李波 抓他的时候出事了 前面四个都没出事 抓他第五个的时候出事了 抹就开始说这件事情抹 是这么着是这么着 而且让李波来抹这件事情 越抹越舌 越抹越麻烦 你说是命运 还是活该 还是什么 这就我跟大家说的 当人盲从的认为自己力量 可以涵盖一切的时候 我说的话挺绝 你打个放屁 你都憋不住你自己 你能控制什么呀 你自己打个放屁 你都管不住自己 你能控制什么呀 这是人聪明的愚蠢 那围绕着香港这件事情呢 不同媒体有着不同的报道 苹果日报这么报 李波失踪12日 梁振英未交代 6000人寻人 那是指周末的时候 6000人上街游行 李波下落不明 6000港人冒雨上街游行 抗议内地人员跨境执法 破坏一国两制 那促使中共释放 失踪多时的书店股东等五人 那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 以及游行人士 均要求特首梁振英 尽快交代 但梁振英对这样的问题 却没有回答 那梁振英在这件事情一开始 他说话了 他说根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内地警务人员 内地强力人员 绝对不能入境到香港警内 香港地方去抓人的 他当时说得非常的清楚 对吧 我们当时第一次 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说这里面有鬼 因为这不是梁振英的特点 那如果换个角度来讲 梁振英被这件事情也玩理了 他不知道谁干的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抓李波的人 没跟梁振英打招 那梁振英也不认为 真的是国内警方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梁振英知道上当了 被主子玩了 也就是国内的公安也好 国案也好 什么人也好 根本不尿他 特首 但是特首呢 是党员 是党的狗腿子 那他知道不能说话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场面 一开始的时候梁振英说话 结果现在呢 梁振英反而不说话 香港的八卜尔邮报 梁振英若视而不见 势必惹起更大的公愤 最新的经济学人杂志直接提到说 梁振英的名望已经因为政改而重挫 一旦确认他对大陆普快 也就是抓捕的人 这件事情 信是环球时报所指的强力部门 视而无睹的话 恐怕面对更大的公众的责骂 那即使梁振英如何卖力去澄清 都很难驱散港人的恐惧 现在变成了香港人人人自危 因为他证明了国家恐怖主义的真实的存在 他证明了今天香港政府本身 梁振英的香港政府本身 就是共产党绝对的傀儡 他出卖了香港人 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 和最基本的人本身的保障 人的安全本身的保障 那他等于出卖了整个香港人 对吧 出卖了整个香港人 那而中共的本身的概念的品质的 这种行为的表现 正是一种真正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的表现 所以这件事情扯大了 如何收场 到底背后是谁 成为了舆论当中 大家讨论的焦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遥遥领先另外两个竞选者 所以蔡英文针对这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局的事情 讲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说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 希望当局能够理清外界的质疑 确保香港的言论自由 而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也表示 这起失踪案证明了台湾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 国民党没说话 这是非常有趣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变成了这件事情更特别了 而美国之音针对这种状况 采访了前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肖台福 那这就属于专业人士了 因为他是国安局的人 对吧 是跟共产党的间谍打交道的人 那他拿出他的看法 就显得很专业 那回复到整个事情 包括这个李波用两次写信的方式 告诉自己的老婆说没有事 而且还发了一段视频 但是肖台福看过这样的内容之后认为 老广说话用的一定是家乡方言 那李波跟自己老婆说话 应该用自己的方言 家里人吗 他说现在居然跟自己的老婆 都不能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 我没看那段视频 是不是他们香港人说的很蹩脚的普通话 他说这就意味着他讲的话 要让边上的人都听得懂 这证实他应该是在用情报术语讲 监控下的通话 而最有可能在边上监控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人 所以说这个案子涉及到中共的情报机关 想平息这件事情的人 结果就把这件事情的真相越来越披露出来 在肖先生的眼睛里 这件事情背后的最高层 在没有文件证明或者有官员出面承认之前 大家只能推断 肖台福认为 这是广东省国家安全局自己策划批准的行动 应该没有到达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批示的层次 但我相信现在已经不是了 对吧 他说第一基本法第十八条列有 全国性法律没有列入附件三的都不得在香港实施 那中国刑法也没有列入 所以中国刑法就不在香港实施 这就是提到说警方到香港去抓人是违法的 但是他引用了环球时报的那篇报道说 全球的强力部门通常都有规避法律 让一个被调查者进行配合的办法 看007看多了 那是这么回事 但是作为媒体你敢这么报 作为一个中共控制的直接控制的媒体 你敢这么说你就承认了 所以这里他是这么说的 那我的眼睛里认为 当初外交部长说在回答英国的外交大臣 英国的外交大臣讲李波拿的是英国护照 他是英国公民 然后中共的外交部长说 他首先是个中国公民 那就是 没跟你说吗 死了多少头猪啊 这话不能说的 但他说了 那句话一说 他就全了底了 他说国家安全部对各省国家安全厅的管制 不是铁板一块 所以各省国家安全厅有着自己基本的权权 中央不会干预的 否则不理的事情管不完了 那是没错的 而香港这块地方是属于广东省国家安全局的 所以他是从专业的角度分析 大概是谁干的事情 那谁干的事情 广东省国家安全局 在他角度来讲 那干这件事情干嘛 是为了讨好 是为了点炮 是为了替另外的主子跟替习近平死磕 还是为了习近平自己的脸面 时间是个神 咱们等着瞧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